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又到我们直播时间啦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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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晚安 哈喽 大家晚安 晚上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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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的 老妍妮手中吴 OK OK 嗨 学长带的是什么 你看 马上有人看到 他是那个大妈 嗨 大妈上线了 火星大妈 火星大妈 上线 我带的是这个 好不好 可不可爱 马上有人发现亮点 是不是 我今天故意带着他来的 超可爱 我现在有事没事都带着他去逛酒盏 这也是杯子吗 这杯子啊 哦 你讲到的逛酒盏 我觉得很好用耶 逛酒盏就是要给我来一杯 这蛮好用的 然后去逛咖啡展也是给我来一杯 他也是老妍妮的吗 老妍妮的 他是小size 小size 最小size 随型的 好可爱 很可爱 这个我之前去咖啡展买 很可爱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 蛮多关于这个老妍妮的 老妍妮的手窗壶 手窗壶啊 杯子啊 有人也有啊 很甩啊 有人也有这个哦 OK好 很可爱 那Elsa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的流程好不好 好 然后还有杯子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杯子 老妍妮杯 老妍妮手窗壶 很多杯子 今天我们带超多杯子给大家看 看到这个 各种尺寸的 好不好 都蛮迷人 待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OK 今天呢 有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 会介绍这个 ORIN 老妍妮手窗壶 第二个学长还会介绍 这个冲V60的 冲法 然后还有挂耳包 挂耳包 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大家可以好好听 因为我相信 很多人平常会用挂耳包 冲咖啡 尤其是上班族或是 等等之类的 好 那最后呢 我还会介绍一些 有融合东方元素的咖啡館 因为我今天节目其实还满 内容超丰富的 内容很丰富 然后也是一些比较有东方元素的 材质 材质比较东方元素一点 所以今天也是要介绍东方元素的咖啡館 OK 好 所以今天有三个奖品 你们可以重复留言 瘋狂留言 赶快留 赶快留 我自己很想要 今天真的不错耶 今天厂商真的是 你看我 对啊 我跟你讲 现在厂商都经过我们的那个 乎 经过我们良善的 徐徐善佑 徐善佑 所以现在厂商都 嗯很上道 现在还在折折募资 还在募资 快要结束了 那现在折折募资的价钱 还是蛮不错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讲 两个 一个是 最近折折在募资 然后第二个是 学长募资完以后呢 我应该会进一批来卖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 还蛮有趣的 等一下有一个 有趣的组合的概念 很有趣的特色啊 材质也很有趣 我其实蛮喜欢 它的材质的概念 它是 跟一般 蠻颠覆一般手中的 蠻颠覆一般的 这个也是老盐泥 只是它有上 右色 有上右色 黑的 但是这个 两个都蛮好看的 就看你喜欢哪一种 如果你喜欢 盐泥的 颜色的 那你就会选择这一支 其实可能有在套茶的人 可能对老盐泥 这个材质有一点概念 对啊 很有感觉 好我们现在冲一杯 好 我们现在冲一杯 先冲一杯 然后呢 我们待会还会 再陆续再讲 那我要秀一下 我今天喝的啤酒吗 好 不贺金的 新色 新色 三月份 有没有很 三月零次 三月啤酒 这就写三月啤酒了 对啊 好我来喝喝看好不好喝 虽然我感冒还没有好 可是还是蛮想喝喝看你 Ori这个牌子是哪 是陶座芳 陶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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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劳作方就是 老严泥做茶具非常有名 老严泥做非常有名 就是很有名的 那他们现在跨界 开了一个子品牌 叫做Ori 然后呢就是 专门来做 现在在研发咖啡相关的器材 诶 有人知道 夏月啤酒欸 我觉得蛮好喝的 开玩笑 你不知道我们的 粉丝都握五常龙吗 那啤酒精神都来了 好啦 我们开始先充足第一次了吧 我觉得我今天可以用点滴法 你要做吗 因为你知道我昨天去攀岩 你很陡就对 这个手很陡 你要试吗 我要 滴法给你试啊 做点滴法咯各位 好 那我研磨度呢 中研磨 每次 我们不在画面里面的时候 人数都会暴增 我们有这么老人厌吗 我今天什么 OK好 这样清楚吗各位 那是你每次开始教学人数 就会爆增 就会爆增 对不对 OK这样应该蛮清楚的 OK我们准备用这个 这个手中壶开始做了 好 那这个手中壶呢 原则上呢 是270x280cc 对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做1比14 稍微浓一点点滴法 嗯 好 然后给水呢 大概也是90度就可以了 好 好 看到了吗 好 准备了 好 那我们一样点2分钟 然后大概80cc左右 好 好 清楚哈 好 还是慢一点点 没关系 好 可以看到 稍微控制一下以后呢 它的 给水的 的膨胀状况 因为它的管 管境很小 所以你也不用太紧张说 你在给水过程之中呢 会一下给太多 好 现在开始一滴一滴的给了 对不对 然后我的粉尘膨胀状况 也看得很出来 膨胀状况其实蛮好的 然后这个壶呢 有个好处是 它其实真的很轻啦 它是比较像是随身壶的观念 所以呢 你在点滴的时候呢 一只手点滴 其实算是 非常轻松的 好 好 我们继续给水了 继续滴 好 我们现在45秒 给到了30cc了 然后继续给 然后观察一下你粉尘的膨胀状况 可以看到现在吃水状况很好 好 我们继续给 好 现在1分钟40cc 离我们2分钟80cc 蛮准 蛮准确的 然后你在点滴法棍之中 你也不用太紧张 说我的水 如果没有办法一直很连续 可以吗 其实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粉尘会呼吸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有小小的中断是很正常的 那也不会影响到你点滴法整体的风味表现 你可以看整个粉尘吃水的膨胀状况很漂亮 好 那我们持续 不要给太快哦 让粉尘保持膨胀的状态 你给太快的话呢 你的口味就不会厚实 就没有点滴法特色了 所以一定要稍微控制一下 好 现在1分45了 我们现在大概66 67cc 还有10秒 好 点滴法2分钟 好 总共75cc 好 差不多2分钟 然后休息一下下 等到粉尘的中心点呢 刚开始给水 把空气烙出来 看到吗 白色的泡泡 整个大量出来的时候呢 然后呢 这时候把水放大一点 让你的水快速的穿过粉尘 你看到 整个粉尘很漂亮嘛 那也不会淹水哦 如果你点滴法点的漂亮的话 也不会淹水的 好 我们就快速的给 我们今天目标270cc 所以呢 大概到200 200 1 220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要 往外面烙 好 好 200咯 好 往外烙 把这个粉尘 充开以后 给大水 270 结束 看到了吗 好 所以用这个手中壶 其实做点滴法也是 很舒适的 蛮简单做的 好 游完 OK 点滴法完成了 待会我们还会示范 挂的包跟V60的正常冲法 逃作方的手中壶 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 尤其在做点滴的情况之下 它轻量化的设计还是不错 其实最近我觉得蛮流行轻量化的壶 轻量化 对啊 就是壶也不一定要做太多 我们传统都觉得 好像壶都要900cc 或700cc 其实 我是觉得如果 那个你用 用来做那个 300cc左右的壶 其实你控制得起来 其实对于女生也还好 或是手臂的力量 没那么稳定度 没那么稳定的人来说 都很好 对 可以减少一些手臂上的压力 OK 好 所以你看里面还一点点水 差不多这个水 所以它的容量是多少 300 可以到300 所以 適合一个人 充一人份 一人份 其实像我一般都是充20克300cc 所以对我来说是刚刚好 所以还是不错的 OK 好 好 我们来喝一下吧 好 然后我们喝一下身边 我们来试一下那个 这次的 不一样 这次的 它给我们 它借我们这个好几个 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吗 是不同的尺寸 这比较大 这是圆一点点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个好像喝茶了 对 它这次做了好几个不同的尺寸 就是为了让喝咖啡的 又不同的尺寸 来比较一下 摸起来粗粗的 对 它的那个杯壁的薄度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 可以看到里面吗 可以清楚吗 看里面也蛮清楚的 看到这一个 这个是 颜色比较深 对不对 这个是颜色比较淡淡的 这个是有上全釉的 就里面是全部都有上釉 这个是上全釉的 全釉的就是绿的 对 然后呢 这种呢 是只有 旧口的地方 最上半圆 有上釉 然后下半部呢 就是老盐泥 像残烧杯 有点像 下面是老盐泥 那等于说呢 你的咖啡放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 它不会直接接触到老盐泥 嗯哼 但这个呢 它会直接接触到老盐泥 嗯 那老盐泥呢 它是一种 算是一种 陶土跟 盐矿混合的一种材质 嗯 就是陶作坊它们 当初研发的一种材质 那这种材质 就是在陶土里面呢 会有比较多的矿物质 矿物质含量 矿物质含量比较高 矿物质含量比较高 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有 很微量的矿物质 其实 会释放 对啊 我同学说喝起来不一样 就是 这两个喝起来 因为 咖啡接触到那个 老盐泥的范围不同 嗯 所以你喝起来的 口感会有变化 OK 我们现在喝喝看 其实 我刚刚也觉得有点 没有很不可自信 嗯 但是后来试一下 觉得 嗯 其实还蛮显出的 OK 好 我们先喝这个是全 全釉的 好 这是全釉 全釉 然后我们这是半釉的 是半釉的 好 未来试一个 先喝全釉的好了 那是不是要让它摇一摇 让它接触一下 没差啦 一下去 因为它本来 它其实 我说实在 我觉得它应该是很微量的一点元素 但是 我觉得舌头是可以辨别的 舌头是可以辨别的 舌头是可以辨别的 好 我们来试喝一下 蛮神奇的 真的不一样 真的有人去试喝过 对不对 这是全釉 这半釉 啤酒花的味道 我觉得很明显 你觉得哪个比较 果酸比较强 跟磁石的 老眼里的 老眼里的 这个比较 就是半釉的 比较 果酸比较强 然后香气比较强 对 我也觉得半釉的 果酸蛮明显的 冷 很冷 这是为什么 就它会释放 比较多的矿物质 也是有这个差别 所以其实两个喝起来 就是这个 全釉的喝起来 口感会稍微圆润一点 但是半釉的 你喝起来会比较 有层次 然后果酸会比较强 蛮有趣的 这个喝起来比较甜 对啊 蛮明显的 全釉的喝起来比较甜 然后半釉的喝起来 是果酸比较强 跟喝茶养壶的概念一样吗 嗯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跟 他们就是做茶的嘛 嗯 所以他们用老盐 老盐泥的 那个泥 去做茶也非常的有名 对 所以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差异性 那蛮好玩的耶 就是两个茶壶 一杯咖啡不太一样的味道 对啊 一个是强化酸味 一个是比较甜口一点 嗯 还蛮好玩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嗯 这东西有点 有点意思 OK好 这是杯子的部分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尺寸的 哇 这么多尺寸的 它都三个尺寸的 这个也蛮可爱的 这个尺寸也蛮可爱的 蛮圆的 有点像是 呃 传统的那种 白瓷的那种 玻璃杯 它有吃的咖啡杯 其实我自己在家有时候 喝咖啡也会用那个茶杯 茶杯 对不对 其实也是 蛮适合的 然后我身上这一颗是那个 也是一样 这是最小尺寸的 这真的是 旅行 那个外出 可以凤茶一杯 哈哈 那一种 真的也是不错 看酒盏咖啡盏 咖啡盏 就是我咖啡盏都这样子 到处去 给我来一杯 给我来一杯 这是最小的尺寸 这个是 全釉的 其实我觉得白釉跟全釉都喝起来蛮有意思的 大一点的拿来装拿铁 好像会粗欸 好像他们有在计划 那这个呢 这是卡布杯吧 这算是卡布杯 这也蛮适合啊 这有点像是卡布杯 这个尺寸 他们好像有要出更大一点的拿铁杯 还有那个 跟 这种比较大的杯子 对 那种紫砂谷泡的茶 和上又采的茶 也喝也不太一样 喝起来就不太一样 真的是 就其实采起来是蛮 还是有差别 这可能说 这个我觉得对于喝茶的人来说 好像是很 理所当然的 对 但对于我们这种 平常喝咖啡 只用词的人来说 就比较没有feu 就比较觉得蛮稀奇的 但是在咖啡上面也是蛮显著的 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玩的 我们期待有一天可以那个 那个 专门为那个写一篇 我跟大家讲 这个壶很神奇 我跟大家讲 这看起来是个杯子 对不对 但是错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 孔 大家看好喔 看清楚 我可以把它转开 然后 这个转开以后呢 我的那个 壶嘴在哪里 要不要拿壶嘴 要不要拿咖啡色的 这个 然后呢 壶嘴在这边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杯子呢 变成手冲壶 对 对 它两个设计都是 可以那个的 可以 直接把你的壶嘴 可以替换壶嘴的概念 对这个 有看到吗 所以这个 它同时是壶 是壶 同时它也是 咖啡杯 同时也是壶是咖啡杯 对 然后所以看这颜色很好看 这颜色很好看 这个 所以以后呢 这也是一个乐趣 会不会以后它出新的 壶嘴 我是不同颜色的壶嘴 这是乐趣 但现在目前还是这个 不锈钢色的壶嘴 但以后会不会有呢 说不定会有 这个有吗 这个铜色也有 还没有 这个是学长偷拿的 打样的 但是我 既然打样的应该就会出啦 收彈应该就会出啦 所以也是蛮好 蛮棒的 这是老圆尼的手动物真的蛮酷的 对啊 換Elsa讲一下今天她的主题 好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融合东方元素的咖啡馆 就像我们 有些 可以用这种有茶杯的感觉喝咖啡 介绍五间 从台北到高雄 五间 东方元素 东方元素的咖啡店 我觉得蛮 氛围蛮不一样的 第一间就是东咖啡 哪个东 东 东边的东 东咖啡 东咖啡 他在东咖啡 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去过 他在捷运站 在灵光站 你知道灵光站 当然知道啊 你知道 什么不知道 灵光站很冷门耶 灵光站居民 等一下房价掉200万 灵光站 那叫东咖啡 那其实你从 店门口就可以感觉到 他比较特别 因为他有挂了一些木头的吊牌 然后是用毛笔写的那些 好帅喔 品项 那其实东咖啡 它是两个年轻人 他们就想用他们的东方的底蕴去诠释咖啡 然后里面就是打造成客栈的感觉 客栈 就是我们有间客栈 对 有间客栈 那边有间客栈 那边有间客栈 真的是有间 龙门客栈这样子 龙门客栈不好喔 为什么 龙门客栈是 贼窝 是贼窝 是贼窝 对 对 反正打造成客栈 你可以叫怡红院更好 怡红院 怡红院 好熟喔 怡红院 我知道 好现在不要讲那个 怡红院是贾宝玉住的地方 所以呢 那东咖啡呢 东咖啡就很好 哈哈哈 好继续 对 打造成客栈的感觉 嗯 然后呢 他们的里面的精品咖啡 也会用那个茶具 就帮你出杯这样子 我觉得 第四具也觉得 蛮有意思的 然后会有一些红砖瓦 都是用毛笔书写的menu单 哇这么帅喔 所以就是很浓浓的 东方的中国风的感觉 会放那个 双结棍之类的 因为我也没有忘记了 这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它的甜点就是无敷质的甜点 哦 你知道什么是无敷质吗 就是没有敷 没有加 没有面粉的 没有面粉 所以它里面都是用米啊 米做的点心 这样子 DGI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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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间我想要介绍的是东咖啡 东咖啡在灵光 在灵光 灵光站 灵光站 然后第二间 接下来介绍的两间都是 超超超多 本身就是中药行的 中药行的咖啡馆 第一间在板桥 No 在新庄 不好意思 在新庄 叫做原意与宝来 哪个原意 哪个宝来 原意就是 原宝的原 这个 原意 哦 原意 意 意处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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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宝的原 原意 与宝来 宝贝来 原意与宝来 好可爱的名字 我喜欢 宝来是他爸爸妈妈的名字 原意与宝来 他本来就是一间 原意是什么 没有 宝来是他爸爸妈妈的 宝来是他爸爸跟他妈妈的名字 哇好帅 所以那这间本来就是 开在巷弄里面的 的 中药行 然后 是后来儿子 因为他有去日本 学咖啡 然后回到 回到那个 台湾之后 他就说服他爸爸说 要不要把咖啡加进 中药行里 因为其实 很久以前 中药行本来就是 卖这些东西 卖药材 然后大家会出去聊天 或是喝个什么养生茶 有道理 那其实咖啡 跟现在的咖啡馆有一点 那个时代的感觉 他想要做 把中药行的感觉找回来 然后再把咖啡加进来 原来老中药行以前有这种 对 而且 咖啡馆以前叫一辨式大学 所以中药行 中药行叫做 叫做 一两营大学 所以我那时候去也觉得蛮有趣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他会把他的咖啡豆 養心轩有人在说 对跟那个中药材一起烘 好屌喔 蛮酷的吗 譬如说和首屋吗 太贵了 或是八角 八角 或是什么 藥材 蛮酷的耶 这个观念蛮酷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 还有特色是他爸爸还有在那边跟他一起工作 也跟父母一起 父子 父子一起工作 蛮好的 你去那边喝咖啡 你还是可以喝到爸爸泡的养生茶 养生茶 然后可以喝到儿子初的八角拿铁 或是花椒拿铁 好屌喔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我喜欢 我要去 对 然后还有一些蜜芋头 加入中药材 有很多特色的中药材的养生的甜点 紫荷车芋头吗 紫荷车芋头吗 不用亂说了 紫荷车芋头 不是 益是 益醋的益 益醋的益 益醋 益醋 好醋的益 益醋 宝贝的宝 来是 过来的来 在新中 像肉里面有一点点不好找 但我觉得可以 蛮有趣的 蛮棒的 听得我都想去了 对 这是第二间 然后第三间它也是中药行 有人打了 谢谢你 对 园艺旅宝来 第三间叫做养青苑咖啡 是苑吧 养青萱吧 养青萱吧 养青萱 也是中药行 养青萱咖啡 他在中立 中立 他也是中药行 他也是传统药 我去过好几次 他就是妇女了 他的咖啡师其实也蛮 蛮厲害的 蛮有两把手 他有比赛 有看过他去比赛 有看过他去比赛 然后他除了 那你讲一下他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他其实 中药行 他中药行蛮可爱的 然后进去以后 他的那个menu很可爱 menu就是一些药罐 然后药罐上面就会写说 他是什么什么咖啡 什么什么咖啡 然后画的很可爱 真的还不错 蛮好喝的 对 然后他还有一个特色的甜点是 加入那个奇葩 呃 客家 马蜀 把马蜀加到松饼里面 松饼里面 就是奇葩 奇葩马蜀 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我有吃过 因为客家 桃园中立算是客家 群聚地之一 对 还蛮多客家人的 所以有客家奇葩马蜀 对 不错吃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闻到中药行的味道 就会觉得 menu超可爱 对嘛 就会觉得蛮安心的 是哦 闻到中药材的味道 其实那种 就是药香啊 药香啊 对不对 你没有看过《红楼梦》里面有讲 没有 那个薛宝采 他是红楼梦通 没有 我很弱 就是那个 那个 就是里面有讲说 林黛玉就是会 常常会说 就是什么 薰香他最不喜欢 为什么 他就觉得那些东西很做作 他觉得只有药香 是药材 天然的雅香 就很雅 对 要不做作 就是药 药本身就有香气 叫药香 所以你看 你看你跟林黛玉同等级 还好我没有太柔络 所以 这两家也是 圆毅跟宝莱 养青萱咖啡 都是非常有 中药行 直接把咖啡馆搬到中药行里面 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 融合东方元素的 幼红楼梦 对不起 有被困 没有 就红楼梦 我直播十几集餐 讲第一次红楼梦 好不好 改天讲一下水浮传 也蛮有趣的 OK好 我古典文学爱好者 好 然后这是第三间 第四间 它是叫 在台中 台中的大理 它叫亨利甄咖啡 亨利甄 亨利甄 亨利甄精品咖啡店 那从他店门 近从亨利甄 这三个字 大概就可以感觉 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涵 不是中药行 就是妈妈的名字 它是一个卦象 有人在玩艺经吗 亨利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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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卦名叫 亨利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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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甄更有它代表的意思 这么帅喔 先天八卦 这么帅 店主人他本身就是老师 他是老师 子惠斗树吗 他好像是教学 就是子惠斗树 不是那一类的 亨利甄 他的店名是从亨利甄里面取出来的 实在帅 他的店的风格 夜贵音 这是妈妈的名字 妈妈的名字 现在去台中了 在台中 在台北 夜贵音知道了 然后他就是浓浓的上海的风格 上海风 里面有很传统的流声机 大喇叭 黑角唱牌 我觉得它是属于 因为有些店 它是属于比较精致的上海风格 从它的小碎花布的沙发布 然后它的墙壁的书法等等的 那它另外一个 你融合东方元素 它就是会放入茶叶去萃取浓缩 其实这开始蛮多店家在玩的 就是浓缩的柄上面放茶叶 对它把浓缩跟茶叶 像是东方美人茶 东方美人 它的加入什么 烘烘 烏龙 烏龙茶也有 毛尖 绿茶 绿茶好像没有 墨 香片 它的概念就是把茶叶磨成粉 跟那个 Espresso一起脆 差不多的那个粗细 然后一起脆 很细的茶粉 你可以当喝浓酥 你也可以加入牛奶变成奶咖 那我觉得 你有喝过吗 我没有喝过这家 我没有说你有喝过以茶脆 有啊 茶咖基啊 很多就是要茶咖基啊 蛤 它就是 现在很多 台湾很多那个茶饮店 它们都是用这个 它是用低压的 它有四个大西亚 蛤蛤 对就可以做把茶放进去 做出来就是茶 哦 叫茶咖基 茶咖基 那它这家 它就是用 濃缩的萃取概念 去加茶去萃 那我自己喝起来 觉得的确 会把那个尾韵拉得比较长 你的香气会比较明显 所以 它力真精品咖啡 我觉得也是蛮推荐 大家喜欢喝单品的 我觉得很可以去 我觉得它的质量 蛮好的 蛮帅的 在台中 再大的 好 最后一间 第五间 在高雄 讲到融合东方元素 一定会想到的就是 芒果卡丘 芒果卡丘 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Mango Culture 其实也蛮有趣的 Culture就是有文化的感觉 那它就在高雄的 孔庙里面 它开在孔庙里面 是圣仙师 对 所以它里面就会有 有供很多 骂掌啊 庄园高啊 然後 素修 素修 素修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素修 素修就是肉干啦 素修 肉干 以前要奉给那个 孔子 孔子当 见面礼 见面礼的东西 就是拜师礼 对 里面可以吃得到喔 你要拜孔子当学生 就要送十片素修 那现在呢 先拜老师喔 就角度这杯 要拜你当 不是角度这杯吗 大学要角度这杯 填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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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单就可以当拜师了是不是 对 好 酷酷表单喔 记得会还 哈哈哈哈哈哈 芒果咖啡 它是很 已经很有 很有一个品牌啦 不管在赤童 或是在台中的 亚洲美术馆 在云林 都有店家 那这间它特别开在 高雄的孔庙里面 孔庙里面 孔庙里面 我觉得蛮 真的非常非常有特色 我怎么说 在 那么传统的建筑 庙里面 喝 手冲咖啡 喝单品咖啡 这样子 然后可以喝 吃很有特色的 而且是状元糕 糕点 然后吃素修拜孔子 对 实在是有点酷 嗯 走出来就会这样背着 这样手这样 搖搖晃晃的走出来 念堂师 治国平天下是不是 对啊 对 介绍完毕间 五间 是不是改天 都很可以去 台北市那个行天公园 卖咖啡也不夸张 我觉得很棒啊 在行天公园卖 关公咖啡 诶 那个谁啊 那个 宜兰那间 不是就是在关公廟吗 岳飞啊 岳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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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岳飞庙旁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 对啊 然后是被岳飞包 包比 超屌的 有没有人啊 改天啊 咖啡馆的先进啊 去那个行天公好不好 拜托去行天公 看一下咖啡店好不好 关公咖啡 对 对 那我觉得其实不管 怎么讲 会想要融入我们的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 其实都蛮酷的 蛮酷的 文化的一部分 对啊 这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对啊 不管放入茶的一起脆的也很有意思 一定要嘛 不能只有场所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棒 除了场所之外 传统食材 对 也是一个 不过八角这种东西 其实 对啊 蛮棒的 都是传统的好食材 只是我们现在比较少用 对 顺便跟大家聊一个那个 中药行嘛 我刚刚聊中药行 如果各位 你们喜欢吃那种胡椒粉 对不对 一般都会去什么 超市买胡椒粉 对不对 跟大家讲 这样吃吧 一点都不爽快 完了 跟大家讲怎么吃 你就去中药行 对 然后每次就请他帮你现场磨白胡椒粉 哦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袋子 好 不要磨太多 就买五十块一百块 不便宜 但是一袋子 然后就回去装到瓶子里面 自己撒 或者讲 那个白胡椒粉跟那种 超市买的胡椒粉 那个香气 跟辛辣程度 绝对是五倍以上 就跟现磨的咖啡一样好喝 哦 其实很有道理 真的 不管是黑胡椒白胡椒 我觉得白胡椒特别有那个辛辣感 因为白胡椒和黑胡椒其实都是胡椒 只是泡水程度而已 那白胡椒要配什么 什么都可以啊 你喝汤 撒一点白胡椒 香的不得了 跟那种 超市那种 你不太新鲜的那种胡椒 真的插不下去 那可以配咖啡吗 那逼死我 感谢试试看 加黑白胡椒的 各位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中药行 多看看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那个 园艺与堡 园艺与堡来 还有养青轩咖啡了 他们还有卖个白胡椒吗 哈哈哈哈 如果有的话 可以随便喝一杯咖啡 再带 五十块白胡椒 哈哈哈哈 看有是不是提供 一些奇怪的Paybook 给大家听 Paybook OK好啦 配阳春面 对啊 这都是对的 白胡椒喔 真的很想吃胡椒餅 什么都可以夾 真的 真的什么都可以夾 汤啊 什么东西 配酸辣汤 对啊跟你讲 真的很爽 真的 那个香气 就跟现磨的咖啡是一样的 就觉得平常 原来我在超商买的 白胡椒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已经过期的咖啡豆 哈哈哈 可以贵球好喝酸辣汤吗 贵球好喝酸辣汤 对啊 我其实我还蛮爱喝酸辣汤 但是 好少喝到很好喝的酸辣汤 好 那你有喝过什么叫胡辣汤吗 没有 胡辣汤就是酸辣汤的另外一种 是胡椒 胡椒的胡 胡椒的胡辣汤 真的有这道菜吗 有胡辣汤 他是 他是河南菜 河南菜 叫胡辣汤 就是酸的部分没那么酸 但是非常的辛辣 但是很香 很好喝 叫胡辣汤 OK 贵球 Elsa贵球 好喝辛辣汤和胡辣汤 胡辣汤 有介绍我们就算是去人家店里面直播 酸辣汤 酸辣汤 酸辣汤很搞刚啊 像大家都要备很多料啊等等的 而且他调味很重要 对 糟糕我们完全歪柔了 好啦好啦 讲完了五间 五间 再复习一次 第一间 台北的冬咖啡 冬咖啡 第二间 新庄的元毅与宝来 元毅与宝来 中耀行 中耀行 第三间 周立的养青萱咖啡 养青萱咖啡 也是中耀行 也是中耀行 第四间 台中的亨利甄咖啡店 亨利甄 算命咖啡店 不是啦 卦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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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 開玩笑 不要去找老闆算命 算命 老闆生气 老师 第五间是芒果卡丘 高雄孔庙咖啡 吊吊的 五间 很有东方色彩 还有传统 结合传统文化的 OK 我刚好老的pose 不好意思 你说你吗 耶 很烦 好啦 不要歪了 今天好开心喔 他现在倒好喝啤酒 特别开心 那我们刚才说 老闆尼的部分 刚才跟大家解释过 什么是老闆尼 他是比较特殊 他们的专利 他们就是把 好作方的专利 好作方的他们研发的 已经很多年了 这几十年 他们都用这个 这比较特殊的 的泥料 加矿物 就是泥矿嘛 然后融合在一起后呢 然后才会形成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颜色的 有点 它有点 它的质地看起来 有点粗 但就是比较没有上右色的 很原始的感觉 其实蛮特别的 然后它的颜色 是有点陶土颜色 但是有一点点 这种 一点点一点的亮亮 有点点那个 纹路的感觉 对 其实做起来蛮好看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 是他们的 以前他们用来加热的纹路 哦 他们以前 你说哪里 做后面这个 一圈一圈一圈 他们以前那个 他们以前的湖 可以用来煮水 嗯 那这个是可以上的 但是这个 所以这个可以放 这不建议啦 因为这是比较小一点点的湖 所以不建议你直接煮水 然后他们的特 这是设计很有特色就是 真的耶 上面有印他们的那个 对 这是他们的品牌啊 Ori Ori 其实就是 它们现在的 这是子母公司啦 这是他们的咖啡品牌 叫Ori 那他们这次的特征就是 这个湖嘴 他们可能 未来它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你旅行的时候呢 也蛮方便的 旅行的时候就得 比较好收 你就可以带一个杯子出去就好了 你只带一个杯子 你就可以把湖嘴拆下来 对 需要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要的话呢 你就拿来当杯子用 对 你可以把它弄一下 可以把它拆卸掉 把它拆卸出来 然后呢 就可以当做杯子用 比如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呢 你不想带多多东西 盖子再来 盖子咧 摸一下 这个吗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个盖子咧 然后再把它盖上去 盖上去 后面要锁起来 要锁起来 然后把它锁起来以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杯子 OK 它就变成一个杯子的概念 然后 你也可以 以后会不会出 擴充版的湖嘴 因为这湖嘴其实可粗可细啦 这一次出的是比较 中口径偏细一点点 就变成杯子 变成马克杯了 变成马克杯了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转上去 它就变成那个 它就变成手冲湖 所以其实设计还蛮酷的 然后 他们上次 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讲一个很好笑的配方 很好笑的一个应用 他说如果呢 你觉得 冲起来不是很顺的话呢 你可以 把湖嘴稍微 靠左或靠右一点 就 比较比较好冲 就自己感觉 有些人会喜欢有点 傾斜角度的 所以其实稍微 你还可以控制一下你的湖嘴啦 对 可以控制一下湖嘴 其实也可以调整一下 阿密斯来了 阿密斯这次也 跟逃作坊他们有合作 这就是他卖给我的 这是他卖的 阿密斯卖给我的 好不好 你来了 阿密斯还拿 那个逃作坊的湖去比赛 很大的一把湖 对不对 超好玩的 所以蛮有趣的 这是阿密斯卖给我的 你看 这是你 这是洗到我啦 OK 所以还蛮有趣的 然后当然 因为它是老烟泥的材质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 你把水倒进去以后呢 确实 可能矿物质含量 会有一点变化 所以跟你一般用 不锈钢的湖冲起来 风味上面呢 我也不敢跟你说 完全会变不一样 但是确实会有 一点点的差异性 OK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 因为 还可以当杯子 这蛮有趣的啊 好眼熟当然啦 有人叫卖 这个有人叫卖四天 对不对 就是 没有啦 他们跟 阿密斯 阿密斯有人说你妹妹头啦 你看他的练的头贴啦 头贴 练的说你阿妹妹头 OK 所以是蛮有趣的 对 然后呢 它的拔手 它的设计就是比较小的尺寸 嗯 就是适合你两人以下 嗯 大概270cc 它装到满300啦 嗯 大概270cc左右 然后另外一部分 就适合你用来冲挂耳包 OK 也是蛮适合的 然后其实两个颜色都蛮喜欢 如果你喜欢黑色的话 也可以选这个 你喜欢这个 陶土颜色的话 就喜欢这个 好 改善水分子团 果然是有卖过 有卖过的 你讲得这么专业秀 有卖过的 专业的 水分子团 水分子团 是什么 哈哈哈 請诉我 才书学姐 我是文科的 讲繁荣梦我还懂两句 水分子团我就不认懂了 蛤 是什么 蛤 可以吃吗 OK 我所以 我是喜歡這個顏色啦 我是正妹啊 有賣嗎 有賣嗎 好 這跟大家講是 它目前是還沒有正式問世 但是它在折折木枝 所以如果你有留言的話呢 在我這邊留言的話 我待會會把折折的木枝的連結丟給各位 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過幾天他們木枝就結束了 的話呢 你可以那個 我學長應該會近一點來跟大家share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買可以過幾天 其實真的是以這個水準 以這個材質的特殊性來說 真的覺得是還蠻棒的 今天我們沒有賣了 喝起來水會比較軟 我們覺得礦物質含量會高 是不是軟還是硬 沒關係 其實我說實在那個化學反應呢 我覺得我倒沒有很想跟大家聊太多化學 對 因為我也不懂 但我想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自己喝起來 我自己覺得就是 如果你用老爺尼的杯子來喝的話 通常你的喝起來的甜感還蠻強的 老爺尼的技術現在台灣是最強 喝起來咖啡會不會很軟Q 用這支裝水 喝起來咖啡會不會很軟Q 不會啊 沒有特別 軟Q 軟Q是怎樣 是筋很軟Q嗎 會劈腿 喝完會劈腿 呵呵呵呵 好 我們待會抽給大家喝 OK 所以這支滿有趣的喔 而且它尺寸滿可愛的啦 對啊滿可愛的 然後虎嘴設計 我剛才已經示範點滴法了嘛 點滴法還滿輕鬆的 但我們示範中水豬跟小水豬給大家看 OK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沖煮啦吧 今天要沖煮的豆子呢 是很特別是 印尼的豆子 但這支印尼的豆子呢 算是最近我禁得很特別的豆子 是簡博種的 喝起來就是有那個熱帶水果的味道 所以算是中培偏淺 滿好喝的豆子 我們就用這一支 OK 我們水已經裝滿了 然後大概是裝到 這條線 就裝到差不多這麼高的部分 就大概是270了喔 然後我們這次研磨度 跟剛剛的扣筒是用一樣的 然後我們這次要用繞圈圈的手法 然後我們今天目標粉水筆呢 我用18克的粉 所以呢 充270cc 剛好是1比15 跟我們平常是一樣的 好 剛開始我們先做門針 一樣先做門針 中心碟 然後呢 這個口徑不會很大 所以呢 你可以不用太緊張 好 給水 中間停留時間2-3秒 然後往外繞 一樣我們悶35cc 好 可以看到喔 給水其實滿流暢的 然後呢 我膨脹狀況都滿好的 中心點一定要給多一點點 給多一點點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悶蒸狀況就會很舒服 可以看到整個粉塵膨脹狀況很好 然後給水柔軟度呢 跟穿透力都還是可以的 好 所以這把弧呢 其實用起來 無論你從掛耳包或是從一般的濾杯來說 都還算是蠻好沖的 好 再4秒 還有5秒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從中心點往外邊繞 然後繞到180C左右 好 中心點 點下去以後呢 先中心點 然後白色泡泡出來以後呢 然後緩緩的往外繞 給水滿小的齁 很好控制 所以呢 你就輕輕的往外繞 好 然後讓你的粉塵呢 均勻的吃到水 慢慢的就好了齁 水不要太大 這個弧其實給水很小啦齁 所以控制起來是很好控制的 好 給到差不多170 好 170CC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的粉吃水的狀況 是很舒服的 然後呢 後面兩次 用比較大的水齁 我們剛剛用小的水 我們先用大水 那 大水一次大概45到50CC OK 大水 好 把你的粉塵沖開 繞圈 好 可以看到大小水的轉換還是蠻簡單的 好 然後看流速很好齁 然後呢 下一次一樣齁 給大水 好 大水 繞圈 好 270 273齁 多3CC 好 所以控制起來呢 其實這把弧還是很好控制的 然後用小水跟大水的互換呢 也是蠻輕鬆的齁 OK 好 好 這個就是最激 這個沖煮法是蠻基本的 就是繞圈圈加瓦砂 繞圈圈加瓦砂 好 好 我們先來喝一下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啊 弧的結構上面 還有弧嘴上面其實都還算設計得不錯 所以在控制上面呢 弧也很小 然後 原則上呢 你不要覺得 你270CC沖完後 大概還有一點點的水 一點點的水齁 所以 沖270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沖300會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它最大容量就300 所以你還是沖270就好 就是沖18克 這幹嘛 問題是什麼 你剛剛說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就是會有一點 怕會斷水 所以就沖270CC左右 18克 用18克的豆是剛剛好齁 再多一點點的話 可能就會 水會斷水齁 所以就18克 270有點緊張 OK 好 好 我們來喝一下 好 我們來喝一下 這個是剛剛的簡博種 簡博種 新的品種 它是一個簡博 簡博它算是一個研究中心 那他們 因為他們研發出了這個新品種以後 就把這個名稱取名為簡博種 OK 我們再喝一下 你的那個 好 這是Elsa的兩個杯 我們來比較一下 一個是全上 全釉 一個是半釉 老年迷材質上全釉 對 這個是 綠色的是全釉 上全釉 然後這個呢 紫色的是半釉 我也用這個 全釉跟半釉 你知道以前我們畫廊有在賣那個 就是那種什麼紫紗糊啊 老岩糊的茶糊 都很 算是藝術品等級 是啊 是啊 其實他們就算是 很有茶藝 算是藝術品 對 你喜歡哪一個 這次你喜歡哪一杯 我看一下 這次我喜歡這個 你抽哪一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 有上 我別講實話 全釉的 像全釉的 嗯 它喝起來就是比較圓潤 圓潤 它的口感 我覺得口感 口感上很明顯的差異 但是風味上 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我覺得口感上 我還可以喝得出來 這個是比較圓潤 這個 上全釉的比較圓潤 圓潤 這個呢 這個就是 層次比較顯 對你要比較的話 我只 你覺得是 但我這一泡我覺得是 有全釉的比較好 比較甜 甜口一點 對 我還覺得 我從剛剛一直喝到現在 我都覺得 半釉的 老煙泥的 果酸都是比較強 它的酸度 比較強 比較強一點點 當然你說同一杯咖啡出來 喝起來完全不一樣 那也不可能 對啊 不可能的事 它就只是一點點 礦物質含量上的差異 我跟妳講 這個放在那種木造房子 木造的屋子裡面很好看 是杯子的差別 我們剛衝出來以後 分左右兩杯而已 對 因為杯子它的材質不太一樣 它的釉料用的不一樣 都是老岩泥 但是它裡面 杯內 塗了釉 一個半釉的全釉 所以就會影響它風味 就有差別 真的蠻有趣的 真的蠻有趣的 這很古典 對啊 不然覺得很適合放在木造的 木造的房子裡面 或是比較古典的 或是鐵劍也不錯 鐵劍也是蠻好看的 其實蠻好看的 對 辦公室也不錯 這個真的很好看 這個古典 這個配的好好看 這樣 這樣 這也蠻好看 這個古銅色的 好啦 大家去爭取一下 應該會 還是會出的 但是大家不要緊張 如果有的話再跟大家講 所以還是蠻好玩的 OK 那我們最後來講一下掛耳包 好 太好了 因為這個 這個尺寸的糊呢 其實實際上 也蠻適合做掛耳包 因為它就是比較小尺寸的 那你掛耳包一包 大概充200cc以內 充200cc以內 所以充掛耳包其實是蠻適合的 最後我們跟大家聊一下 怎麼用它來充 充出好喝的掛耳包 好 那我們今天的掛耳包呢 就隨便買 第一步 對 好喝的掛耳包第一步 就是要買 好喝的 好一點的掛耳包 我們用這個好不好 我們用這個當掛耳包的底座 好 就直接用這個當杯子 OK 好啦我們開始充掛耳包了 好 先跟大家講 掛耳包呢原則上 當然你要買好一點的豆子 對 越好的豆子當然充起來越好 對不對 如果你買不好的豆子 你說也是白說 對不對 所以掛耳包一般這種 當然也有鑽石型的 但是我們今天 今天主要講這種 這種就是那種 筒狀的 傳統的掛耳包 對 現在有鑽石型的這種 像那個 濾紙的 嗯 但是比較少啦 好 然後跟大家講 怎麼樣充掛耳包會比較好喝 好 那剛開始當然 呃 你把那個 上面的封口撕開以後 然後稍微 掛耳包呢 不要讓它 壓得扁扁的 你不要說拿出來的時候 粉塵壓得很緊的時候 你就去充 排氣容易不好 就稍微這樣 讓它鬆一點點 粉塵讓它平均一點點 這樣其實對你的排氣有差別 嗯 然後呢 當然就是把它掛上去對不對 好 掛上去以後 掛上去撐開以後 然後重點是什麼 跟大家講 三個步驟 好 三個步驟 第一步驟要不要悶針呢 要悶針 要悶針 對 還是要悶針 你有悶針跟沒悶針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我假設你沒有悶針 因為它的粉塵只有大概12克左右 最大就12克 嗯 甚至有只有10克 10克的 咳 對不起 咳 可能有10克到12克的 也有8克的 建議大家買大概10克以上 咳 因為8克以下的很難沖 真的粉塵很飽 所以你大概1分多鐘就沖完了 但如果你有悶針的話呢 基本上你的整體萃取時間會比較足夠 喝起來會比較好喝 所以第一個部分要悶針 那悶針多少克的水呢 大概20克 20克的水 就夠了齁 所以就輕輕的繞一圈就可以了 那你也不要想太多 就左邊多一點 右邊多一點 很簡單 就簡單的繞一圈 20克左右 OK 然後呢接下來分三次 怎樣 五花生 又抖六 說一次 他們在說星期六去抖六啦 喔 所以就是在抖六 喔 OK 好然後呢 分三次 第一次呢就是 中心注水 水小小的 嗯 然後第二次呢 水比較大一點 讓它有點淹水 然後第三次呢給大水 所以很簡單 怎麼記呢 所以連悶針總共四次 四次 怎麼記很簡單 跟大家講就是 小水 中水 大水就這樣 喔 不用記嘛 先小水 第二段中水 第三段大水 就這樣子 小水中水大水 OK就這樣很簡單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沖 好 好 那我們待會呢 悶針先悶針 然後呢 第一段給水給小 第二段給水中水 第三段給水就大水 就小中大 這樣的順序 好不好很簡單 OK 不難 然後 170cc 我們給170cc的水 好 我們現在用的是 那個 陶座房他們的杯子 跟手沖壺一組的 好 第一段 開始囉 第一段20cc就好 所以 給水呢小小給沒有關係 自然就好 20cc 一下下 OK 就這樣 然後等待時間呢 20秒30秒都沒關係 因為它粉塵沒有很多啦 你時間太長也沒有意義 大概20秒30秒都沒關係 所以第一段 一定要還是要稍微做一下悶針 讓裡面的空氣排出來 然後後面三段的每一次都是50cc 50cc 你又沒有磅秤的話沒關係 用目測的也可以 因為你在辦公室可能沒有那麼方便 那就分三段沒有關係 好 第一段 給小水 給小水 好 然後呢 稍微在中心點繞就可以了 然後你的粉塵呢 你會發現它不會膨脹 它不會膨脹的太高 它就只會在 大概的高度 不會到很高 好 給50cc 好 然後等它流完 然後第二段中水對不對 你的粉塵就會膨脹 好 第二段中水 好 開心給 比較大一點 輕輕繞 明顯粉塵是不是膨脹起來了 好 膨脹的蠻高的 好 膨脹到一定的高度 好 然後第三段等它全部流完 好 第二段 可以看到整個油紙都會起來 對不對 然後第三段的時候 等它快要流完的時候呢 給大水 第三段給水就要翻攪囉 所以呢 你的給水千萬不要太可氣 要一口氣下 好 快流完了 好 流完了 好第三段一口氣 讓它翻腳 翻腳 OK 結束 OK 看很清楚嘛 第三段的翻腳 它的狀態就是 如果第三段沒有翻腳的話呢 風味不夠 嗯 這就分一二三段 每一段50cc 然後呢 第一段小水 第二段中水 第三段大水 OK 好就這樣 完成 好 留完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那個在手沖 那個掛耳包的時候 多一點點細節就可以 差很多 差非常的多 所以你只要願意的話 你乖到那邊 幫你倒水 好 OK 我來試試看這把 老顏尼材質的手沖壺 算是蠻清亮的 讓我來拿拿看 我跟你講我一個人在沒有鏡頭的時候 就會開始洗洗亮 呵呵呵 呵呵 譬如說 清楚喔 OK 很簡單 你要衝得好 你就是要先把掛耳包 稍微鬆一鬆 鬆一鬆 然後讓它可以順利的掛上去 來 20克能爭 20克 好 隨便繞就好 沒關係 好 多一點點都沒關係 然後 然後大概2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段呢 50克小水就好 小水 然後慢慢給 中間一點點沒關係 不用到它外面 繞圈 一樣 輕輕繞就中間為主 OK好 開始 好 很好 就這個位置就好 它這個粉塵不會膨脹的很高 對不對 對 固定在差不多的位置 很好 就這樣給就好 OK 好 這樣就很正常 好 稍微有一點點細節就很好喝 OK OK 好 70了 好 然後流完 第二段水大一點的話 讓它淹上來 所以水要大 比剛剛大一點 大一點點的話 第二段中 從小中大 也是繞圈範圍一樣嗎 沒關係 你就給 不用要求太多 給給給給給 好 再大 再大 對 蓬起來對不對 對 再給快一點 要給多少 到50 到120 好 再給快一點 讓它膨脹 對對對 再快一點 OK好 這整個粉塵會淹上來 所以第二段就是目標 讓它有點淹到 淹起來 好 等它流乾的時候 第三段給大水喔 讓它整個翻攪喔 給到 170 好 給大水 讓它翻 很好 翻攪了 好 鬆 很好 所以第三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OK 第三段有翻攪起來 整個風味就會出來 小中大 小中大 很好記啦 就是先小中 然後再 小中大 它出水有點快 這其實很快啊 它大水很快啊 很順手啊 習慣用掛耳包的話 應該這樣子來做 基本上你的 咦 我怎麼沒有破包 你調一下高度 基本上你的掛耳包也蠻好喝的 OK 稍微有一點點細節 然後呢 分三段的話 其實本來你就要衝掛耳包了 也沒差那個一點點仔細 對 沒有錯 稍微仔細一點點就會好喝很多 OK 好 差不多囉 活動時間結束了 看頭號粉絲的 幫我們整理 最後留言時間了 幫我們整理看 掛耳包 140cc 好棒 Katy你好棒 好 所以蠻簡單的 那如果 各位對那個 這個 老顏尼的手沖壺 有興趣 或是它的杯子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它的網站 也可以去那個 募資啊 折折募資 你可以搶最後一批便宜貨 呵呵呵 之後可能會稍微貴一點點 OK 好 那最後給大家 10點20 25了耶 最後三分鐘好不好 留言留言 這邊 Ori 百列手沖壺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抽 這個跟 這個 我們剛剛拿來做杯子的 這個 三個名額 其實做掛耳包也是蠻方便的 這樣一組也是很方便的 還有這樣 掛耳包的 這樣一組 然後第二名是這個 然後第三名是這個 OK 三組的 這次會從 咖啡因的定途 開始抽 所以現在 剛剛在學長這邊留言的 太好了 剛剛有個粉絲 他終於說公道的話 他說 終於從Elsa這邊開始抽了 哈哈哈 好啦 公道的話 公道的話 咖啡因旅行團 加一 太好了 太好了 終於有人回應我了 是齁 那你是要帶他去哪裡 就我會好好認真規劃一下 小中大翻腳好記 當然啊 學長教的東西都很好記 我最討厭那種很難記的 背個巴子死 我自己都覺得齁 這就對了齁 我來喝一下我們自己抽的好了 好 這是剛剛第一跑的 好 剛剛你那個 我那裡跑的齁 我們來喝一下 還是我豆子好喝 好像比你第一次抽得好喝 是不是 還是可以的啦 比大家好喝一點 OK 大家趕快留言喔 太好了旅行團嘉義 又有人回應我 旅行團嘉義齁 太好了 十一個嘉義我就來成團 其實很過癮 就是你 就是十幾個人開兩台車 對啊 我就想規劃 沒有我想要規劃那種 咖啡館 然後結合小吃的 抱 抱一抱死團 就對了 跑兩家店 然後吃一間小吃 這樣子 好像還不錯 就十幾個人 然後 可能就十個人就好了 這樣滿好玩的齁 我覺得 對啊 一天可以喝五家咖啡 晚上就可以通宵打麻將 又睡不著 對 外掛行程 就是晚上打麻將 通宵打麻將 因為太high 喝太多 好像不錯 要不然的話 就是一半人打麻將 因為十個人 一桌麻將 六個喝酒 你看是不是很棒 我會報名喝酒袋有沒有 包店包車 包店包車是不是 還有包什麼 是不是 偶仔街 十個人吃一盤 對不對 被老闆趕出去 真的有那種嗎 進去十個人點一盤 十個人吃一盤 我連一顆蚵仔都分不到 只有吃 煎 我會生氣喔 蚵仔煎 只有煎 白天喝咖啡 晚上喝酒 當然就是我們的生活 不然你覺得呢 各位有興趣的 自己來關注一下嘶嘶 好不好 然後喜歡的話 滿棒的 對 滿棒的 我要用一個老派的知識 老派 好棒 大家晚安 拜拜 下禮拜見 拜拜 晚安 好可惡 好可惡